我們了解說光渡鏡燈光 它就是有特別形狀 並且有單位的燈之後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其實光渡鏡燈光只有兩個 一個叫target 一個叫free 這兩個其實就是同一個啦 跟我們這個標準燈光裡面其實是一樣 是不是target free target free 參數一模一樣啦 只是說要不要有目標點而已 所以兩個參數是一樣的 那我小便希望free的來介紹 我點下它 那當你點下它 它會出現這個訊息 它跟你講 你要創造一個光渡鏡燈光 那因為這個光渡鏡燈光 最好要搭配 這裡有講 叫log exposure control 也就是你最好要搭配 log的曝光控制 那你會得到最真實的顏色 可以嗎 那曝光控制我們後面再提 這裡呢 我們先選no就好了 你先不要選yes 因為你如果先選yes 等一下你會發現 奇怪你那個數字都要調很大 才看得到效果 所以我先介紹的時候先選no 就先選no 它就不會再出現了 然後點free之後 按下去 你就可以得到一個新的燈了 那這個新的燈是幹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 假設我先做一個很簡單的場景 換個顏色 然後我來創造一個 一個燈在這個地方 那 預設這個光度計燈光一個燈 那你看這個形狀你就知道 因為 它看起來是不是很像一個球嘛 球形的發光 很像歐膩的發光 那你可以去算圖 光度計燈光 我們的scanline是支援的 所以你可以直接用scanline算圖 當然呢 你也可以換成mental ray來算圖 那換成mental ray來算圖的話 我們之前有提過有好多參數可以設嘛 我們先把聚愛關起來一下 我先把Final Gator關起來 然後呢 我去算一下 所以它也是可以算 兩個形狀是差不多的 都是可以的 好 那來 所以我們就來看一下 光度計燈光有什麼參數 原則上它的參數雖然很多 但是如果標準燈光會了 標準燈光會了 你就記得 我們之前有提過 燈光有最重要的五件事情 還記得嗎 位置 顏色 強弱 甩檢 陰影 這五件事情 其實這都是一樣的 位置 顏色 強弱 甩檢 陰影 所以 位置當然是第一件事要決定 對不對 強弱顏色 甩檢 但是 強弱顏色 我在使用光度計燈光的時候 剛剛有提到 它有一個很大的不同是 它有形狀 所以我們要多一個東西 叫選形狀 多一個 叫選形狀 那選形狀有兩個地方可以設 一個叫Template Template 你點一下它 你看到這裡有很多 這些什麼 這是真正的 就是 我們人類常常會使用的一些燈 那你可以去看這些型號 21瓦的什麼燈 850瓦的什麼燈 什麼 你可以去找 一定是有這種燈距 那假設 你想用這個燈距 那你就可以用這個燈 點下去 就會有了 那你就算圖 它應該就會相對應的量度 因為我現在沒有開曝光控制 所以這邊現在看不到效果 來 沒關係 好 那 除了這個Template可以選之外 再來 我現在就開始講自訂 因為其實我也比較少用這個 畢竟 畢竟在做3D 我不見得要做燈光分析 我就不會選擇這邊的燈 好 那 幾個參數跟標準燈光都一樣 第一個 是開跟關 第二個 是要不要有shadow 預設現在是沒有shadow的 對不對 好 那你如果想要有shadow 請你去開 shadow 請你去開shadow 這樣就會有shadow 好 那開shadow 就要記得 如果我用的是 因為現在都開始混在一起 如果用的是 痾 scanline scanline的話 你要用shadowmap 你要用ray trace shadow 你自己調 好 但是只要你用mental ray 只要是用mental ray 之前有提過了 不用挑了 全部都叫ray trace 都只用ray trace 也不要用這個 也不要用mental ray shadow map 都用ray trace來設定 為什麼 因為ray trace 之後才可以做軟陰影 那 一樣我先把FG關起來 好 ray trace shadow 它就是硬的 好 好 再來 所以燈光開啟 燈光 要不要噱抖 這都是一樣 然後呢 顏色的部分 顏色的部分 你會發現 又有型號可以調了 這個 其實就是跟剛剛這個 有點像 你直接可以選燈的形狀 燈泡的形狀 那你如果不想用這種型號來定義 也沒關係 直接用色溫來調 用色溫來調 像是3600的色溫就是 比較暖色系的 你如果要比較冷色系的 我可能給8000 對 它就是冷色系的 它就是冷色系 那你如果色溫不熟 也沒關係 你隨便選一個燈之後 直接改顏色 我想要紅色的燈 或者是藍色的燈 直接改就好了 這樣也可以 可以嗎 那當然預設是白色的燈 所以我先調回來 白色的燈 所以目前講的都是一樣的 那再來 最重要就是強度 之前有提過強度 在光路系電光是有單位的 你可以用流敏 燭光 樂克斯 那你如果真的對這三個 強度 你沒什麼概念 反正你就把它當標準燈光用 不夠亮 就把它增加 它就會更亮 覺得太亮了 你減少 那它就會變暗 那都是一樣的 只是說它的單位不太一樣而已 我調回1500 1500是預設的亮度 這樣子 所以來各位 你先試一下 放一個 隨便一個 光路機燈光 然後先不要開曝光控制 然後第一件事情是位置 第二件事情 強弱 顏色第三件事情 然後第四件事情 衰減 衰減的話 你會發現 不用調 因為光路機燈光 自己會有衰減 這個衰減是誰來控制的 是 這些燈的型號來控制 燈泡的型號來控制 它自動會有自己的衰減 除非 除非 你想手動 手動你就自己調 手動你就可以自己調 要不然你就是 交給它來調 那 顏色強弱衰減 陰影 陰影 剛好有提到 Mental Ray你就用Ray Trace 如果是 Scan Light Ray Trace 跟Shadow Map都可以用 來 試一下